大家好久不见 我是岳石军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 关于我朋友 如何走出第一次尊的故事 第一次和珍妮花相遇 是在楼下的咖啡店里 我记得那天 她看起来盆头过面的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真的也买这种甜甜圈啊 怕以前总会卖给你 她盯着甜品柜 看了十分钟 一动不动 浑身散发着低气压 让其他顾客都不敢靠近她 忽然珍妮花哭了起来 发现我注意到了她 她就逃一样地离开了 每过几天 我又遇到了珍妮花 她看起来更糟了 我担心 她是不是遇上了什么事 会想不开 就动用了自己的特殊能力 给珍妮花发了一条短信 你好 我是岳石君 是一名专业的疗愈师 如果你正处于人身低谷期 不妨将心事告诉我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 这是骗人的吧 后来她告诉我 一开始以为是垃圾短信 并不想理睬 胸口还能更糟吗 有人愿意听我倒枯水 好像也挺好的 但她只却告诉她 不妨一试 于是我们就这样产生了交集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生活里发生的事情 还会不断地印证这个想法 就说前段时间吧 公司公布了升职加薪的名单 不出我所料 又没有我的分 我知道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一直以来都很努力 希望情能不拙 但是当我在外晋升 打遍整理材料时 我发现 自己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这个 怎么说 所以打遍的当天 我说着说着越来越心虚 声音都在发抖 当时我心里在想 要是自己没来丢人 该多好啊 更惨的是 谈了半年的男朋友 突然把我甩了 跟她认识是朋友介绍的 一开始我不敢相信 她会对我这样的女生感兴趣 朋友鼓励了我很久 我才决定试试看 别忘了 你这么好 怎么会配不上她呢 我很害怕这段感情 会因为我不够好 而很快结束 于是我就尽我所能地迁就她 对她好 我想出辣 你OK吗 没关系 你喜欢吃什么就点吧 你累吗 要不要休息一会 没事 没事不用管我 希望她能因此 多喜欢我一点点 你不用每次都给我买一样的饮料 你不腻我都腻了 你说过你喜欢喝这个 我以为 是我不好 可她却说和我在一起太不自在了 说够了我小心翼翼的样子 我才知道自己对她的心意 是这么的没有价值 我知道自己不如很多人 各方面都没有什么优点 所以我一直希望通过努力 获得想要的生活 可是现在 我还是一无所有 我是不是不配拥有那些美好的事物呢 嗯 原来是这样 看完真几花的故事 我迫不及待地想安慰她 很高兴你回复了我 我叫月时君 我相信任何人遭受这样的双重打击 都会很难过 从你的描述中 我发现这些事情都指向了一个核心共同点 那就是你内心深处 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 配不上这些美好的人和事物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这种心理 其实会在不知不觉中 限制住你的人生 比如你在答辩时会心虚 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什么成绩 但可能正是这份不自信 影响了你老板对你的工作印象 比如你怕自己不够好 才在恋人面前小心翼翼 但可能正是这份不自然 破坏了你们的感情 我曾经见过一些和你一样的人 我把他们称为低自尊的人 他们很多年受控于低自尊中 无法自如地行动 但当他们一旦掌握走出低自尊的方法 放开恐惧 便逐渐变得不再束手束脚 后来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上 都获得了飞跃的进展 我相信你也能和他们一样突破自我 你问我是不是你不配拥有那些美好的事物 当然不是 你当然值得拥有 但前提是你要相信自己值得 走出低自尊也许不容易 不过我准备了一些具体的方法 希望能帮到你尽快摆脱低自尊 一 制定一些安慰鼓励自己的话 不是空凡地说你是最棒的 而是找到那些真正让你有共鸣认可的话 二 寻找并记录自己身上哪怕微小的闪光点 慢慢你会发现自己其实真的很不错 三 练习积极地自我对话 切断我不够好的认知循环 比如完成一件小事时可以对自己说 这么快就搞定了 我太厉害了 遇到挫折时可以鼓励自己 能面对这些事 我真勇敢 尽量别再说我不行我不够好 这样的话咯 要好好爱护自己啊 后来在楼下的咖啡厅里 我第三次遇见了珍妮花 我发现她笑起来其实很好看 是一个很阳光的女生 你好 珍妮花 是我 我是岳世君 我就知道给我发短信的是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这样我在新智诚交到了第一个朋友 岳世君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们还在等你回来讨论正经事啊 诶 这位可爱的小姐姐是 她是我刚认识的朋友叫珍妮花 我正想邀请她去咱们那看看呢 真的吗 你第一次要带朋友来呢 这个嘛 我慢慢跟你们说 珍妮花 你愿意来我们办公室看看吗 好 关于我们的故事 下期继续讲给大家听啦 下期继续讲给大家听啦 下期访问一下 我一定会就要车他 我可以来对大家看